最近在上海发生这样的一件事情 陌生女孩非要坚称一个小姑娘 在街上看到小姑娘的孩子 并且拉着人家要去做亲子鉴定 完全无视别人的父母 而且造成别人顿惊恐 这件事情在网上引译 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 是在坐地铁 广场站的时候疏忽了一下 小孩就不在自己 而小孩为什么不在眼前 对女士看着她讲得像自己的女 就把人家给拽到一边 拍了照 还鉴定 这简直是匪夷所思的事 造谣一张嘴 钻腿 而这样的事情 事实就是这位女 大概做过身 这方面的 她的胚胎 可能在医院的 有可能把她的胚胎使用在这方面 这种 科学帮助 那当然是一种技术 但是不能见到街上什么人 不要把别人拉去做亲子鉴定 这是科学的 不合道德 很多人也说你这样放到网上是犯法 公安机关也对她进行 她也主动把照片撤下来 但这件事情就此结束吗 这件事情 不是一个新鲜的事情 在当下 升职 越来越多的情况下 这样的事情 越来越多 将来对我们的事情 欢迎您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